果冻啊 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果冻啊 有些人就是在问这个喝果冻期间要不要忌口啊啥的啊 就是你们想要那个变S型啊 变细的话啊 就要忌口的啊 比如说是热量比较高的 榴莲呀 西瓜呀 或者特别油腻的这些东西啊 尤其是下午一定不要吃 早上和中午都可以正常吃 如果你们就是想要排一下变 就是你平常不排变的呀 想要辅助这个喝这个那个浇素果冻啊 要排变 或者是就是保持下身材啊 你都可以不用忌口啊 随便吃就行 平常怎么吃饭 喝果冻期间就怎么吃饭 但是你想要变细的话就要忌口呢啊 比如说是那个榴莲 西瓜这些东西热量都比较高 你们就能不吃的话就不吃 然后你们收到果冻以后啊 前四天一天喝一条 第五天开始加量 当然 如果有些人他就是吸收比较好 你可以不加量 如果吸收不好的话 第五天就开始加量了 中午喝一条 晚上睡觉前喝一条 喝完以后记得喝一杯温水啊 喝的时候尽量嚼碎啊 这个果冻一定要细嚼慢一样啊 把它嚼碎 然后再喝一杯温开水啊 这个果冻啊 还是79块9给你们发酒喝啊 你们有想便细的啊 饮食注意一下的话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自己是喝了一阵子啊 掉了有6沟啊 6沟左右 但是我下午的话就吃的比较轻的 你们想便细的啊 或者是想要拍便的 肚子比较大的 都可以去拍的啊 如果想要拍到一些昂贝身的 肚子比较大的 肚子比较大 好